这个自作蔡老板挺热情 热情的话不好意思 太多也不行 前两月我在上海吃涮羊肉自助的时候 我还吐槽说北京怎么没有这种的 现在北京就有了 你这搞得我一会儿不敢吃外卖了 你一会儿要吃外卖 大家好啊 我是程飞 今天咱们在北京旺京这片啊 要吃一个内蒙自助 有烤全羊涮羊肉烤串等等等等啊 而且今天还约了一位神秘嘉宾 一会儿他就到了 咱们稍微等他一下 就在这个旺京美食城二层啊 这个金马鞍 哈喽哈喽 我这个社畜刚刚那个 辛苦辛苦了 走吧 店里面积不算大 总共也才十五六张桌子 肉是在这拿吗 这个最晚和那会儿都有 满冰贵的羊肉卷 小龙虾 这边好像是水煮羊肉 羊肉味非常的浓 这是羊肠和堵包肉 调料区 蔬菜 水果 加生桃 锅底 这是饮料 您拿您的我拿我的 希望咱们一桌能摆一下 咱就拿少许就行 对对对 主要是一个不能剩饭 不能浪费 不浪费 锐哥您好啊 这个两年前就有粉丝 说想看我和你 在密集吃一顿了 那粉丝的话 当然重要 是 这个现在你自己也有账号了 大家给锐哥点点关注 今天跟丑菲老师一起 就是吃一家刚开了两个月的猛餐自铺 然后他们家叫金马鞍 然后刚才问老板 他说金马鞍是他们那个来自呼伦贝尔的羊 他们刚开了两个月 但是我们俩来了之后 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多久啊 撑到第三个月 希望老板能够多开点啊 那么咱今天就不客气了 这牛肉 他家砍了串不先量 应该是先烤的 鬼哥有实力啊 上来先干淀粉馋 我真难吃 手把肉 青葵煮的 这拿过来有点久了 还是先吃热乎着好 爱点韭菜花 这羊肉煮的非常的鲜嫩软 炸鲜推荐 炸鲜推荐 炸鲜推荐啊 羊肉串不够 可能是我爱吃这种稍微有点重一点的肉 就虽然肉没有特别嫩啊 但是是羊肉糊 对东西的标准要求就没有那么烤 还毕竟土打的就是这种 跟羊肉糊 我感觉这个牌子如果累在我的面前 一会儿能遮住我整个人 这不常有的事儿吗 这是他家的一个特色 烤全羊 但是啊 这个也只有一份儿 团购里头也写清楚了 只限一份儿 你觉得他这烤全羊怎么样 我这个标准很低的人 如果觉得不好吃它就可以不拿了 你也占肚子 我吃着感觉有点儿干吧 嗯 我觉得还行 但是虽然它只有一份儿 如果饭量不是特别大的可以不要它 嗯 吃完先量一份儿但是不吃也完全不心疼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吃烤鲜串 还不如烤鲜串 烤鲜串呢虽然也没有那么经验 但好歹它是真相实在的这个羊肉 而且免费羊肉拿多少串啊 它不香吗 嗯 走 它这个肉质还是很不错的 左边这些是牛肉 左边这个是羊肉 沾上满满的芝麻酱 咱们俩这个今天就是吃豆的好羊哦 是 幸福啊 它家这个芝麻酱不是北京传统的二八酱 需要自己再加工调配一下 现在这个机身好 吹着空调 吃着火锅 吃着火锅 嗯 不过需要吐槽一点就是啊 它家这个可能 开业的时候没考虑到夏天的温度啊 所以现在这个屋里 稍微的 空调不是特别给力 您觉得这个羊肉怎么样 相当不错 是吗 那给大家发现一个好地方 这个是真的很好 现在这个物价这么离谱 你想吃到真正的羊肉 不超过一百五 真爽 真过瘾 真有那种 不用战战兢兢烤了预算 瑞哥直接入山走起了 哦 我刚才拿过来这些东西 甚至还觉得有些丢脸 还是还是趣味不够 吃不丢脸 浪费才丢脸 它家这一块还有手切羊肉不限量啊 不过刚才我等了半天 那块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 需要跟那个师傅说一声 他才给你切 那个老板说是怕这个放酒的风干 口感不好啊 而且老板还说了这个也算不上鲜羊肉 毕竟这个叫什么 这是自助嘛 这个品质差别还是有一些的啊 前两个月我在上海吃涮羊肉自助的时候 我还吐槽说北京怎么没有这种的 现在北京就有了 老板连夜看 老板可能是您的粉丝 看了这个视频连夜在北京看了一下 毕竟这个它这个店整体都不大 周末或者晚上的话可能会遇到等位的情况 饮料的种类稍微有点少 而且没有无糖的 比较可惜 我觉得其实自助餐厅啊 大部分都是文质化的 就是它很多都是品质特别全的 然后像它这种真的就主打这个 鲜羊肉 鲜羊肉 嗯 把这一样做好了就行 那好多中和性的自助 确实一堆充数的 也不好吃 说白了它也是浪费了 是的 我有的时候因为 大小的喜欢吃饭 所以他什么都 弄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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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去海洋湖里会想 然后就以后悄悄的想 看看好不好吃 这时候把肉非常的脱骨啊 首先呢会比刚才的那个高氧片呢 要口感性的要硬一些 但是要有嚼劲一些 然后也都是完全不善 完全没有任何善味 嗯 生蚝这个东西活该被吃 不能这么说话 呵呵 但是它这壳长得就 是个容器 对 它这一盘肉量也不少啊 这个给的还蛮实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射 应该不是吧 因为我要了十盘 它这端过来烙十盘可能就 拼得亮了 拼一起了 拼起来讲 这叫它目前为止 就是它们的纽约状态啊 和那什么 和板台 和上心的速度 给我一种 还是相对比较实在的一种 嗯 就这几个小小的龙虾 小龙虾为什么可以卖那么贵 小龙虾不是很便宜的 有几年那贵的离谱 十块钱一只 不是在北京鬼街好想看按资吗 是的 就没有一次 我有一次跟朋友跟同事吃饭 然后我包了四十多个小龙虾 堆在饭上浇了汁 然后我本来信冲冲的想着 一会儿回来我要猛炫一下 我出去打个电话被我同事拿走 整个人 太躺了吧 我到现在都无法原谅它 就这个事情 我甚至要就是将来 要是靠一个墓碑上 我就要写 我是觉得这包虾太匪时间 耽误吃别的东西 它这小龙虾 这个虾腹非常干净啊 而且我看一下 每个几乎都是这样 一会儿我还在添一旁 对 我拿个虾腮 虾腮也非常干净 这虾可以看出来非常的好 而且它家这个作为一个 不是专门做这小龙虾自助的 都能够把这小龙虾做的 品质选品都这么好啊 虽然我还没吃呢 瑞哥说好 那就肯定是好了 这不是按照我的标准说的 不是啊 是真的挺好的 其实很不方便 你也不用包它 就是因为我常年吃自助 然后他们都总是盯着我的市场 就旁边站着两个人 他说小姐 就是最后半小时 十三时间了 他会提醒他 这种东西特别快的 这个 嗯 哇 真是感觉 这小龙虾一顿就出来啊 非常的鲜黄 没看到意外之心 嗯 我爱吃了之后也感觉 这品质相当好 就是 这个确实是麻辣味 我吃不了太多 我觉得这老板都可以单独 再开个小龙虾自助了 用点小龙虾 用点啤酒 用点凉菜 看看他的这个虾怎么样 我煮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 嗯 但这个虾确实不是活的 嗯 品质还行 这虾在这个自助里 整体算是 差一些的 嗯 在这间算差一些啊 拿到别家也能打 我觉得还是跟我推荐那个小龙虾 对 的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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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